最后把两条鱼线的线尾收掉 各穿一棵竹子剪掉 我们看一下这个头发上面还有两头扎起来的头发 接下来我们来加一下这两头扎起来的头发 接下来我们剪一条鱼线 大概有半米多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这脑袋中间的这一圈 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有一个白色的五株圈 最顶上的白色的这颗柱子这里 从这里找过来 这颗柱子上面来这一圈是六株圈 一二三四 四颗咖啡色的 然后六株圈 右边白色的柱子 右边属上来第二颗咖啡色的柱子 第二颗咖啡色的柱子 这一圈五树圈 就在这颗五树圈上面 去做这个头发 然后位置要找好 在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一颗柱子上面 这一圈的任何一颗柱子上面 穿鱼线都可以 起线从这里 把鱼线穿过来 两个线头拉齐 左边加三颗咖啡色的柱子 回线 把线头拉紧 做四组圈整理起来 接下来后面的都是 右线过线过一颗 左线加两颗 都是做四组圈 围着这一圈五组圈来做 右线过一颗 左线加两颗 最后一圈 右线过两颗 过到这颗柱子上 左线加一颗 最后在顶上这一圈 回一圈 打一个接头 把这一圈拉紧 在这颗柱子上 把一圈倒穿回来 拉一个接头 最后线尾收掉 过穿一颗柱子 把线尾剪掉 那么右边这个头发 我们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左边的 再剪一条一样长的鱼线 大概半米左右就可以 而位置呢 是在右边相对应的 这个位置上面 它两边都是对称的 相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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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你一般做法 相同的做法 和这一种做法 相同的做法 有所谨的状态 两边头发做好了 我们接下来架一下这个头发上面的小金珠珠子 现在我们数一下一共有多少颗 一共有26颗 我找到我们这个金色的小珠子 然后再找到我们的细的仪线 我们给大家配的有两条很细的仪丝线 穿26颗 我们的细的仪线 我们的细的仪线 穿好26颗之后 把它绑在这个头发这里 给它绑几个时节 绑紧 把它绑紧 多绑几个时节 因为这个余线比较细 多绑几个时节 以后 直接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细的余线 它不容易闪掉 接下来我们绑左边这个 然后再绑到这个比较细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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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